记录肖战,记录和他相关的一切,热爱可抵岁月漫长,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吧。 其实,纵观余生,请多指教的拍摄过程,像这样的场景,实在是太多太多了,也有太多太多的细节值得好好分享。 肖战的敬业,肖战的认真,肖战的努力,不仅仅只是呈现在剧集中的精彩,而且还有着同组演员的见证, 就比如说这一次,就有一位同组演员发长文夸赞,说起来,这位同组演员,便是和肖战有着不少对手戏的球球, 一个被很多粉丝戏称为,球比特的顾卫林之校,爱情神助攻选手。 关于这一点,相信不少观众,都能在这几天的剧情中有所感触,不过,通过这位小演员的长文,我们也感受到了肖战所带给他的影响。 另外,值得一提的是,球球所提到的那个被记得的细节,哪怕是时隔一年之后,一些人再度相逢,依然记得所有美好的片段,依然会有最初心的暖流涌现。 而这些都是肖战身上的那种人格魅力所塑造的,并且不断带给周围所有人。 为此,导演就想要将这一段台词删掉,但是,这样的一个建议,却让肖战否决了,他不愿删台词,并不是说这段台词多么加戏,而是由于删掉台词的话,角色逻辑就不通顺了,就无法体现顾位的性格特点,人物塑造也就不那么丰满了。 而事后的呈现效果,也证明了演员肖战的远见,小景笔记,演员肖战,未来可期。